一段時間,有點餓,吃什麼好呢? 咦,有一股麵包的味道,過去看看吧 旺角拔街這一帶,本來就已經人山人海了 而這一間茶餐廳門口更加是人頭湧湧 原來,他們是專門來吃菠蘿包 不單是香港人識貨 連美國的知名電視頻道都介紹這裡的菠蘿包 是全國最好吃的 這裡的菠蘿包,最大的特色是特別大 還有菠蘿包的表面那股皮,特別脆 人人都吃過,翻尋味 很好吃的,又熱辣辣,又夠脆 經常都會來捧場 我覺得這裡的菠蘿油皮很好吃 然後它的味道是否很甜 它的牛油很好吃 不會很油膩,亦很香 好像說焗皮不會脫掉,對嗎? 是呀,待會你試一下 好呀,好呀 除了菠蘿包之外,它有變化的 你看看,這樣就可以變化了 你的選擇裡面就變化了菠蘿油 我們又開始在11點以後 我們又出了另外一些菠蘿包 有一些另外的配搭 就是豬扒菠蘿包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麵字牛肉蛋 或者腿蛋 菠蘿包 都是很受歡迎的 所以只是說起菠蘿包的嘗試 你每天吃一個 足足可以吃一個星期 都不同的款式 究竟這個菠蘿包有什麼秘密呢? 可以令到大家對它如痴如醉? 等我新進廚房的禁地 看看這個菠蘿包為何這麼好吃 原來在這裡 師傅,你好 和你聊幾句,好嗎? 好 為何菠蘿包這麼受歡迎? 我們菠蘿包生鮮出爐 天天生鮮,密密出爐 我有留意到剛才 為何這個包已經很圓了 為何還要再搓呢? 我們這行叫做酒香 酒香? 是的,酒香,即是搓搓 為何要這樣做呢? 這些包讓它軟熟,然後站起來 原來這裡的菠蘿包 最大的秘密 就是特別選用了來自荷蘭的豬油 吃下去不僅比本地豬油更加香滑 還沒有那麼肥膩 麵團發酵好之後 又將切好的菠蘿皮放在上面 再送蛋汁,放進鍋爐就完成了 這裡平均每個小時出十盤菠蘿包 每盤十六個 哇,這樣一天 就至少買成二千個菠蘿包 厲害呀 不行了,不行了 我們快點試吃了 哇,你看,熱辣辣的菠蘿包 我們先切開它 哇,你看那些牛油 融光了 等我先試一下 菠蘿皮很脆呀 而且中間的牛油融光了之後 很好吃,很香 最特別的就是 你看,皮不掉下來 神奇呀 下午茶有個包 就喝一杯奶茶啦 這杯奶茶好香呀 平時喝的奶茶呢 多數帶一點稠的味道 這杯奶茶適合茶的香度 還有奶呢,很平均呀 這杯奶茶再加上菠蘿油呢 簡直有一個完美的下午茶 非常滿足呀 老闆娘,兩袋菠蘿包 來來來,收錢先 兩袋菠蘿包,麻煩老闆娘 可以呀,可以呀 吃個好味呀 是呀 拿回來給人吃呀 是呀 好呀,好呀 真的好呀,分甘同味 哇 好大呀 麻煩我先… 哇,真的很大呀 很聚首呀 很聚首呀 你知不知道菠蘿包 其中一個可以欣賞之外 還可以用來做甚麼,知道嗎 做甚麼呀 用來吃呀 吃呀 好呀